那接下来我想就相关性讨论 2019跟2020个子产品的一个销售利润模式 是否有差别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8年 而且它的销售利润的模式 它的相关系数是非常高的 将近0.985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值 也就是说销售越高利润越高 那我们期待希望看到的是 2019年跟2020年都是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2019跟2020是不是在这8年之间 它的销售它的利润是最高的 对不对 既然利润最高 那我当然希望它销售也要达到最高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针对 针对这个销售利润 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把类别拿掉 我们直接把这个类别拿掉 那类别怎么拿掉呢 好 直接按住这个类别 然后拖曳到这边 因为你会发现它多了一个叉叉 或者是 或者是 阀鼠右键 阀鼠右键点选 不对 左键点这个类别 这边有一个移除栏位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那类类别 我是不是要过滤掉一个叫桌子 桌子 所以请把这个桌子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只有它是利润是负的 所以针对桌子 我要挑选掉 所以请把桌子关闭 这个桌子关闭 确定 那请问 我接下来 我是不是2019年 要筛选出来 筛选在这里 一直都没有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订单日期 但是其实它这下面自动产生年根季 我不晓得你知道 在2016年的时候 应该就出现了这个季 各位 以前的Excel 季是你自己要去算的 1月2月3月 group起来 它叫做第一季 好 现在不需要了 那我 我觉得假设你没有季的话 那你就直接把订单日期 拖一道筛选拖一道筛选 把订单日期拖一道筛选 然后请把这个值 请把这边订单日期 请先筛选出来 订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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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表示不太好 我们要先把它给删掉 我们要利用的是 来请点它移除蓝味 我们要用的是这个棉 直接把棉搬到山卷 这样子比较合适 因为刚刚他用的这个订单日期 他会把它变成是日为单位 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叫月 他有月的单位 他就是没有季跟棉 可是我要棉这个单位 所以请把这个最后这一个棉 搬到筛选里 然后接下来呢 请选到2019 那怎么选到2019 也就是透过这个筛选来完成 所以点选这个棉 右边这个往下的选择名 请先勾选 选取多重项目 选取多重项目 请先把全选关掉 请直接勾2019 请直接勾2019 然后确定 这就是全部16项子产品 2019年的表现 所以请选到这个范围 请选到这个范围 复制 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请贴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全部嘛 好 所以我这边就打算只做2019年 然后选择性贴上 然后选择性贴上 只贴值 确定 然后准备去画图 计算相关模式 相关系数 接下来 那请把这个年筛选 变成2020 确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都是2020年 所以请选到这个范围 复制 然后一样贴到这边 贴到它的下面 选择性贴上 直 确定 你会发现像这个 这样看其实这样不太好看 我比较习惯看三位一撇 像这是22万 然后这个是26万 26万7909 好 那这个地方我就会特别标 这是2019年 然后 接下来这是2020年 好了 所以首先一样先画占步图 好 各位 接下来动作全部都是重复的 所以选到 只要选到这个 只要选到这两栏 然后去插入 建议图表 散步图 确定 那下面一样 选到这个范围 然后插入散步图 建议图表的散步图 确定 好 那当然 这张图我们要开启趋趋势线 看起来这样的趋势线好像感觉更好 但0.99其实已经非常好了 这个0.985 这个趋势线可能就会比较差 因为这比较分散 其实这是从视觉上面 视觉上面 而且我感觉 我感觉这两 2019年好像蛮两极化的 好像不是哦 这个坐标轴这边到160万 这边只到140万 所以其实这边 这边它是偏比较低的 如果2020来比的话 它的高销售反而更高 反正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销售利润的相关系数 在2019年的表现 所以相关系数的做法就是资料 资料分析 然后相关系数 然后相关系数确定 这个资料范围在哪里呢 在下面 这个2019年 然后我希望输出的范围 不是这个范围 是这一格确定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2019年的相关系数 比整个general model来得更好一点点 这只有更好一点点 其实都已经很好了 你知道假设一个分数 从98.5分进步到98.6分 其实它还是进步 但是那个是很困难的事 那接下来2020年 它的相关系数又是怎么样 所以接下来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里面相关系数 我们当然就选择 选择范围 范围是2020年这个范围 然后输出的资料 我选择的是这一格 就是在那个图的下面 确定 所以它的相关系就降低下来到 0.966了 这只是告诉我们说 一个是986 一个是966 还有就是在那个整体general model的附近震荡 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做这样子一个 因为你现在你得到了这些相关系数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想 为什么 就是2019年有它的特殊性 然后因为什么事情 可能让它的相关系数提升一点点 然后再接下来就要去想 2020年又有可能是什么事 让它的相关系数稍微降低一点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这就是做研究 那我比较喜欢 我比较喜欢就是说 做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一步一步去推演 然后把它做成简报里面 我们再去说明说 这边可能会去差别会去什么 因为我们在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把它形成一个Y等于AXY加BX2再加C 或者是或者就很单纯的AXY加B 然后我们去看说 当然我们这边请问你Y是销售还是Y是利润 我当然建议 因为谁跟谁有关系 我觉得是因为销售而增加 我们才会有高的利润 所以我会一直把Y设为是利润 但事实上你看 你看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这三个产品 这三个产品 它到这边是140万 这边到 有两样产品到120万 那当销售而增加的时候 利润并没有提升上去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是20万 20万 这个 这边是 这边是 这边到18万 我就很想要去画 我就很想要去画一件事 其实这个坐标的范围 这个坐标的范围 其实可以限制的 像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100 如果我们用总值来比 跟平均值来比 这边主要就是 我们可以去限制 限制说 这个轴从多少画到多少 这边是可以做这件事的 像例如说这边最大值 它是画到1.6 也就是160 因为6个0就是百万 就是1.6个百万 那这一个呢 我是不是也可以最大值是到1.6个百万 再来就是1.6个百万 再来就是Y轴 Y轴这边最高到20万 20万 那相对的这个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它这边到25万 所以我也要把它改成25万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简单的来去观看一下 如果我刻意的把它放在一起来去做比较 这就是以色列该做的事 这就是以色列该做的事 左边是 左边是那个2019年 右边是2020年 所以大概可以看出来 这个地方其实2020年 针对这三项 它是比较高的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四项 然后边比较高的 这边是五项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你要不要试着来去研究一下 或者问CHIPGPP 有没有办法在这张图上面 同时秀出2019跟2020 各子产品的销售利润 占占卜图 可以吗 你可以去研究看看 看能不能画出来 因为我用Power BI我就可以画出来 这样一张图 因为放在一起比 这样才很方便比 我这画这边的话 我会把它的背景 背景变成填满变成 透明是100 对不起 应该是填满 填满是无填满 但其实这是在做假资料 我先把每一个点 我把每一个点的颜色 所以把每一个点的预定 就是这一张图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让你抵这个分析 可是分析就在抵这些数据 那么发现2020年它所呈现 红色这些比是2020年 2019年它是蓝色的比 那么发现相关数据稍微下降的比较 从0.986降到0.966 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些红色的比较好 好像确实感觉也都往下降了一点 那此外 以蓝色比这边最高有越加点 但是以红色比来说 最高这边有越加点 你看到了其中就一项成绩 一项以类别成绩 它有很高的变化 所以我们是不是来看一下 到底是哪一项成绩 可以吗 你怎么快速找出哪一项成绩 来记一下 你要依照怎么谈 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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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点 我们想快来查出来 是哪一项成绩 就是 2019年它在这边 可是 2020年它跑来这边 对吧 这个销售真的差很多 你看一下是哪一项 所以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2019年排序一下 必减排序 由大排到小 好 1234 有看到吗 这前四名 蓝色的 这四个点 1234 反正不是椅子 不是变化 不是银鸡 也不是书架 那2020年 我们依照销售额 由大排到小 所以不是书架 不是椅子 不是银鸡 不是电话 哇 那就是器具 你看器具 这个点一定是器具 器具从销售额从50万 这边2020年增加到快一倍 的增加到96万4 可以吗 就是 当我们今天来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项 主要 主要就是说 这个本来就销售额很高的产品 在2020年它有增加 而且其中又以器具 器具的增加最明显 从这个地方直接跳升到这里 所以我这边我们从字节上面 老板有没有机会看到一件事情 是因为 这应该叫明星产品吧 明星产品的销售增加 利润增加 那我们大致上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觉得 以相关系数的方式来去讨论 那最后还有一个必须要了解的事情 就是回归 我希望说你们慢慢的会走向分析 然后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原来我们可以有机会把以上的分析工作做得更好 这是我更希望跟你们让你们去了解的事情 那请问一下你需不希望知道 这个General Model的回归 也就是这条趋势线的公式 希望吧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我们预测的基本年型 如果说假设你今天你拿到2021年资料 你就直接套进去去看说 它有没有服从这条趋势线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去做这件事了 是这一个 是这一个叫发明的资料的General Model 各位 各位 这个只能说是2019年的模型 跟2020年的模型 其实它很相似 对吧 你只能这样子讲 可是2013到2020这8年所形成的通用模型 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要算的是这一个公式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他就会说 这个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Y等于AXA乘X加B是什么意思 XX是变数 然后A是一个细数 那B是一个拮据 拮据 拮据就是这边画下来 可能是到零 零销售当然就零利润 对吧 那个拮据 有很多都不是 都不是从零开始的 对不对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个回归这一条趋势线 它的公式 它的公式 各位 真的这是国中的数学 Y等于AX加B 这是 这国一的时候就应该出现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那它的公式是什么呢 它的公式 好 好 首先 首先 我们来去看一下 它的公式是这样 请问一下我的变数 这个X是不是销售额 对吧 然后我的利润 是不是就是我的Y 请问有没有可能利润决定销售额 大部分应该说是销售额是发生在前面 来去决定利润的高低 如果销售额卖得很不好 它当然利润也会很差 好 既然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之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思考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思考一下 这个利润 这个销售利润 General Model的公式 是什么 这个叫做回归 各位知道什么是回归吗 其实就是这条趋势线的公式是什么 有可能 有可能有些它呈现的是一个什么 曲线 甚至是双曲线都有可能 好了 反正 我现在跟你讲的这样子的概念 我真的希望说你到时候真的拿出 你自己各年的资料 然后来去做这些图 你就会发现有些很有趣的现象 知道吗 所谓很有趣 就是只要相关系数超过0.5 正负0.5 请记得跟我联络 那都是可以发表论文的 真的 真的 那个统计检定一定过 但是你不能只给我 例如说 像我们这边 像我们这边 我是拿8年的数据 知道 你不要只给我3个月的数据 了解吗 我要的是大数据 什么叫大数据 你们知道吗 很大 资料量很大 那个大不是你所能够想象的 而且未来会一直放资料进去 你那个模型会一直随着你资料放进去 会一直改来改去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这个回归怎么做 首先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是 销售额是X 然后利润是Y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资料 底下的资料分析 然后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叫回归 然后确定 请问你的分析有可能有变数1 有变数2 有变数3 了解吗 这都可以 你就把所有的变数都放来 输入X范围 好 我的利润 是利润Y 是我的输入Y范围 然后输入X范围 输入X范围在这里 请问有没有看到标记 这个标记就是说 我的资料里面 第一列 它是栏位名称 还是记录 因为我的第一列是标题 所以请勾标记 那一般我们都会 以信赖区间 信赖度是95% 也就是我们求的是 两边有最大的差异 输出范围 输出范围我是选择 就放在它的旁边 这个输出范围 我想 太多的内容也不好解释 干脆这些都不要秀出来 不秀出来到时候就不用花令气来去解释给你听 可是最主要它等一下产生出来的回归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把它变成公式 好 确定 这些内容是值得我们来去看的 这样了解呢 这样了解呢 首先我们最想知道到底显著不显著 就是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 各点所形成的趋势线 显著不显著 在这里 它是一个科学符号表示 3.37 1-12 1-12 反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数值 10-12 四方 可以吗 0.00 很多个0 后面接3.37 不是很多个0 接11 接11个0 对 接11个0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公式 公式在这个地方 公式 好 我列给你看 公式是这个 y等于 y等于 这个拮据是 拮据 因为我是不是说ax加b 这个b就是拮据在这里 所以ax x在这里 x的细数在这里 听得懂吗 细数就是参数 就是它不是变数 变数在这里 y 变数在这里 y 所得到的y在这里 等一下我会算给你看 好 然后y等于a a这个系数 等于说0.14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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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减 6762 6 уг 192.1 可以吗 系数看得懂吗 系数 系数当然就是指A跟B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假设你今天你把它套进去这个公式 套进去这个公式 也就是 我放在这个地方 等于0.14乘以这个 这个销售额 减去6762.1 Enter 就是说这个变数情况之下 这个情况之下然后利润是这样子的表现 它的趋势线 趋势线会落在 这趋势线的值会落在313 392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是这个点吧 销售额是2286815 大概是这个点 销售额是2286815 等于说是这个点的位置 这个点的位置是他313 392 可以吗 他是在强调讲这条线 所构成的这一条线 那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说 假设你今天拿到2021年的资料 你再套进去这个General Model 它会就是可以形成一个预测 假设我们今天希望我们的销售额成长 就是累积成长到2021年 假设我们希望达到这样子一个数值 达到800万 就是假设我们定出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我们的销售额达到800万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值 这个改成800万 当我达到800万的销售额 那么我的利润可能就会落在111万3238 这就叫预测 听得懂吗 因为我一直能讲到这个地方 因为假设你有了这样子一些观念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做好所谓的一个分析跟预测 我们就是拿这些观念来去做资料分析的 我希望增加增加到多少万 我希望增加到多少万 我希望增加到多少万 所以请问一下那你预测2021年 是增加还是下降 应该是增加吗 对不对 这样理解吗 那既然是增加 增加的话因为增加工资是消购额 因为增加的跟预测时间的关系 它是非常高的 几乎相近的这种高度相关 所以我就会比较合理的去估计 这一年它很有可能会达到 例如说增加是八百万的 当我消购额达到八百万的时候 我的预测会负责 这样我去听谈了一点 应该说叫做比较有语的预测 你这种呢 只想说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也许很多人就想说 那我没有考虑到战争 我没有考虑到那个就是颜工 颜工比如说的一个 很多的其他的因素的影响 像我只能就统计上面 来去跟这位来分享 或者是有一个说法出来说 哇 这是因为这就是义课 因为你一定要先知道这有工事 你不知道这有工事的话 你说你就不能做预测 因为数学的计算 有一个算法在那边 会让大家比较可信 你不能讲说用纸的 用纸的 那这个点到底是多少 是因为我从这一种虚实线的 违规公式导出来了 这样会比较有这种力量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这样的做法 而且统计检病也过 那你有不觉得说这才是应该比较符合 符合就是专业所说的话 否则的话 好 那个分析 分析就是他做出来的这个full case 我都觉得说 如果你不懂去看这一张词 然后他正用用的那个企图 那个写定出来的写准 那就蛮可信的 好了 这个工事绝对可以做预测 这工事的产生就是为了预测 好 刚有啊 我的论文我就是要强调讲 而且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情形太完美了 像我 像我 我现在 我拿真实的 你知道 真实世界数据 real world data 真实世界数据 例如说好了 病患 在急诊室病患 在疫情期间的数据 我拿出来 我来做分析 结果呢 结果我现在 我能做分析的是 没有疫情的时候 跟有疫情的时候 有疫情的时候 可是很少不少的就是 你们知道2020年 全球疫情 全球爆发大疫情的时候 那一年我们很多人都在家办公 对不对 可是都没事 有印象吗 好像白白被关了一段时间 2020 真的没事 是真的没事 而且那个数据解释出来 它不是一个正相关 因为它就是存在一个非常好的相关性 反正总言之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对股票很有兴趣 真的我看过有一对大数据分析 我觉得他们才叫专家 两夫妻退休之后 他们的目标 他们就是要预测那个俄罗斯人 他就是想要预测 他们能够猜对那个大乐透的那个 第一特点是多少 是他们的退休的目标 听得懂吗 他们也是从不会 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干涉来去做这件事 这样 理解吗 有了一个共同信念 好 来去做一点 那我只是觉得 这真的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我可以就是在一个图 那个乱七八糟 真的是 可是我就相信 一定 真实世界数据一定有脉络可知 只是那个脉络很难找 就像例如说我们讲那个震荡 你知道只要是发生震荡 那个其实是不值得研究 而且一般通常是在 因为它乱嘛 而且几乎是在低的状态 就是低的差异的震荡表现 所以把这些当作是 notice 过滤掉 你可能就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很漂亮的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 我现在我就问你一下 你觉得 你觉得 2021年 2019年也是这样点过 2020年也是这样点过 2020年也是这样点过 一定是这样的开展 每一年都是这样点过 对不对 就算说 就算说它迁离了 但它不会叫它这里 对 它会迁离 那叫震荡 叫着震荡 不足以影响大的趋势 可以吗 其实真的很好玩 只是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你们到底对 以教数据分析 以前有没有分析到这样子 然后也不做检定 也不管检定是多少 反正就把图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 你也不知道该负什么责任 对不对 可是现在 你至少可以讲 统计上面检定出来是显著的 好了 好了 我们 这边主要在讲的是 就是我们最后一节课 主要在告诉各位是 相关系数还有回归 它所存在的意义 因为 最不容易理解的是 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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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要找关系 那 正相关 不相关 各自代表不同的意义 那刚好 刚好像这家 这个是超纪的犯例 他每一年都表现都是 但是 交错越多 利润越少 所以他就变成第一个 正相关的 好 那正因为我要去介绍 正相关 而且 我就必须要去介绍 之前已经做出来的同期比较 这个同期比较 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因为我之前做那个同期比较 所以 我就必须要分别去算出 它的一个 站步关系 去发现说 2019年跟2020年是一致的 好 变动不大 因为从相关系数的表现 几乎可以发现 它们是一致的变化 正常来说 本来就应该 如果永续经营的企业 它本来就应该出现一样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去看它的2014 2015 那就不一样了 各位知道 那个时候是存现震荡 震荡的时候 跟升上去的表现一定不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 改成 例如说 2016 把2020 关掉 然后来去算 这个 这个的 相关系数 你应该会得到 它的一个相关性表现 应该不会这么高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产生了一些震荡 好 那我想我们 我们从早上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分析上面 你看像这边有一个预测工作表 还有模拟分析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先把 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很基本的概念 把它给做完 然后你才能够去比一比 让别人听得懂 我们为什么要比这些事 好 那最后呢 我还是想做一件事情 我要先告诉你 我们现在这些资料 是我复制贴上 所以它是不会产生任何的 就是说假设你来源资料改变 这边是绝对永远都不会变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复制 然后贴上得到的资料 可是这个地方它就会变 这个地方它就会变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就是假设 刚刚我最后点的是2020年 所以我还是回归到 刚刚最后点的那个情形 好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档案 存成零四了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因为刚刚在比较的时候 就是这边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 各年利润直挑图 还有产品同期比较 销售利润散布图 那后来我是不是有去做 针对这个内容 针对2020年资料去进行筛选 那我现在我一样要去告诉你们 一个很重要观念 AI Ready的一个建制法 如果当我们建制好之后 我们有些资料它是不会 它会随着我资料来源改变而改变的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 AI Ready数据的做法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先把这个档案存成知识 处存然后关闭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样把我们原本 原本在资料夹里面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超市范例 2020这个档案 2020这个档案把它给剪下 放到外面去 对不起 这个2020的档案 我把它剪下来 然后放到别的地方 好 我放来这里了 反正就不再超市范例资料夹里面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我再重新打开 因为我刚刚做的档案 我已经放在 我已经归档归到我的 这是4点14分的时候去存的 就是刚刚我存的这个档案 快速点两下重新把它打开 好 请问一下 这边因为我有射巨集 巨集 巨集它等于说是幕后 透过VBA的一个视窗 来去撰写的巨集 所以表面上 根本你就不知道它夹在什么巨集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安全性的警告 好 那我想自己写的巨集 应该不会放病毒在里面 所以点选使用内容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资料 我们的资料 各位我想请你们确定一件事情 假设你今天你给老板的资料 他根本就不知道你用哪些资料 所以他不可能会去玩那个重新整理 你是不需要连资料一定给他的 对吧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交接给别人这个档案 你要把原始的资料一定交接给他 因为他只会拿到新年度的资料 他不会拿到旧年度的资料 对吧 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要知道 你这个档案的原始资料在哪里 给不同的人 有时候是要连资料一起给的 请问一下 资料在取得 在最近使用的来源 我觉得还是在这里面找会比较好 在查询与连线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资料在哪里 在查询与连线 然后例如说这个超市范例 所以你可以快速点两下超市范例 他这边常用底下就有一个资料来源设定 可以吗 这个资料来源设定 我知道这边也有了 这边我就先关掉了 这个资料来源设定 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资料是来自于 例如说我是放在那个下载里面 另外一个地方 在取得资料的资料来源设定 可以吗 你如果不进TowQuery编辑器 你就可以去看资料来源设定 到底对不对 因为当你今天假设你交接给我 我就会先确认我要的旧的资料 是否都在这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资料底下的全部重新整理 所以等它全部重新整理完毕之后 我们这个source.name就可以发现 就没有2020年的资料了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应该要变成2018 2019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资料 不是从资料底下全部重新整理 而是枢纽分析表 分析里面的重新整理 它就会变成2018跟2019 这件事 但是请你们一定要知道 因为这边我筛选 我要的是2020年 所以它这边就变空了 这边就是枢纽分析 会随着你资料变动而变动 但是这个内容是我复制 简则性贴账 它就脱离连结的关系了 所以这些资料都不会变 这些图都不会跟着变 可以了解吗 好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跟着让它一起变 因为这套软体 它不做互动式 所谓互动式就是说 我今天我想看2019年的资料 它就直接好像有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但是它就只能呈现2019年 那我是不是要再点2018年 它又再呈现 所以其实如果要再进行 要做这件事的话 就只能加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但很可惜就算我们做出交叉分析筛选器 我可以轻松指定 但是你应该知道 散步图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枢纽分析里面 是画不出来散步图 所以我就没办法把它整个串联在一起 这样理解我的 这个因为它就是ease 它不是为了互动式大数据分析 而设计的 但是像如果说你用ease 它里面也没有简定 ease 里面有简定 但是你做power BI 它里面就是没有简定 它里面就是要结合R跟python 自己来去写程式把简定算出来 反正各软体都有它的优缺点 我只是就假设我们今天要分析这件事的做法 最后 最后 我们把2020年的资料放进来 好 我先把它储存然后离开 然后我把2020年的资料放回去 再下载里面 好 当我放回去之后呢 我再重新打开我的教学的成品 2023年的 2023年的 2023年 成品之势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要来去看一下 先看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 所以点资料底下的全部重新整理 然后你在这边就可以发现 好 当它资料重新整理完毕之后 你点这个sows.name 你就可以发现这里多增加了超市范例2020 再接下来就是苏纽分析表 苏纽分析表里面的重新整理 所以请点卷 点到任何一个苏纽分析表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个苏纽分析表重新整理 你又多回来了这个2020年的资料 那我这边我所讲的AIA的数据 整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开启档案 开启取得档案是来自一个资料夹 当然如果我们的资料要进行修改 不可以在Excel这个地方进行资料的修改 这边的修改只会影响到苏纽分析 我们的资料如果真的需要修改 我们应该是要在原始资料那边进行修改 那相对的还有如果我们要决定 因为特殊的一个资料清理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要不使用这一列资料 这是可行的 好我想大致上上到这个地方 终结我们所讲的AI-ready数据取得 然后接下来进行所谓的一个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完毕之后 我们要去做视觉化 视觉化我举很特殊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当我们在设计视觉化的时候 你要着重做到一件事 以后只能为新的资料 所以我们资料跟资料之间的一个应用 要随着原始资料改变而改变 以及最后这些视觉化分析 这个分析还是要走回去统计 不管做的是散布图 或者是我们相关系数 以及最后透过回归查找出公式 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去好好地学习起来 然后有机会拿出自己的资料 一起走完这个流程 那我最后想请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呢 我又要留我的LINE跟微信 所以如果你没有需要的话 其实也都可以再互相提问 来去互相讨论研究 我最后呢 我很喜欢祝福 所以我把他的两句话 提出来跟各位分享 他说 他说读书 他真的是很认真很努力 而且而且这么优秀的人都这么努力 他说假如他读书 他读很多很多的书 而且不是看过就看完目 而是一直读一直读 他从能够写出很有人的文章 所以我觉得这么优秀这么努力的人都会去再用这种方式来去读书 这代表说这里面的文章有非常值得我们透过不同次数去阅读 得到不一样的心得与展显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 其实你再去思考 像我跟各位分享的TRAP GPT的应用 那你现在你不去想这件事情 可能就跟不上你 所以真的期待我们在未来 可能在学习上面有不断的一个提长 可能就靠像TRAP GPT可以指引你们一些方向 你可以自己做做看 也许半年后你就会发现真的会有点心肺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暂时上到这个地方 期待我们下次再相逢 谢谢大家 拜拜 hover работы administ秀 发现 词